追捕中 賣彈 賣 援金手上的槍 子彈已經上堂 掀開了一槍震天響 但嫌犯居然不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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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連串槍聲大作 把周圍住在大樓的居民 通通吵醒 警方開槍 嫌犯拒捕 就發生在15號凌晨12點40分 台中紅甲商圈 復興北路上 就人家救我 趕快幫他報警 他朋友 民眾說就是他報案的 因為有一名男子神情緊張 跑來拜託他幫忙報警 有人被毆打 甚至還差點被對方強壓擄上車 隨後警方趕來 沒料到動手的一行三人落荒而逃 擠上了一台雙B車 拒捕甚至意圖衝撞 警方連轟12槍擊中3槍 不過還是讓三名嫌犯逃了 三名男子使用電擊棒 遇強壓被害人上車 立即對空鳴槍 賀令三人下車接收盤查 那嫌犯既不配合 且開車衝撞 三名嫌犯本來開兩台車 直接把一台丟在現場 警方在車內搜出了電擊棒等危險物品 而逃逸的雙B車 後來也停在交流道附近 掛假車牌 汽車逃逸 警方將被毆打的男子送醫後 他沒有生命危險 研判疑似為了金錢債務而談判 現在全力追捕三名逃犯 釐清糾紛 三立新聞曹盛章李建議 警方在燃焦 燃焦